群群都快淹没 连树木都有三分之二的树干沉在水中 眼前所见的景物都困在一片汪洋 炸弹气旋为美国中西部带来严重水灾 坎萨斯州最近一次测到的密苏里河水水位高达快10公尺 吓得几千位居民赶紧撤离 沿岸地区顿时像鬼城一样安静 直到水位降低 大家才赶回来 不止如此 居民还担心 遭到淹水阻断的公路 什么时候会再开放 因为这是到其他地区 大医院或商场的主要干道 邻近的密苏里州也受到影响 当地也已经关闭100条道路 重灾区之一的爱荷华州 川普总统也承诺州长 会宣布境内56个郡 为联邦灾区 提供补助 而根据美国大气季 海洋总署表示 天气逐渐变暖 融化冰雪 灾情不止往南蔓延 淹水还有可能持续到5月 各地得等到水位退去之后 总体灾损届时才可能准确评估 大爱新闻 郑宇选编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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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